美洲熬龍蝦屬於熬蝦夏目海熬蝦科 而真正的龍蝦則是無熬夏目龍蝦科 那這樣說大家可能無法理解他們的差異有多大喔 用人類來比喻的話呢 大概就是像人類跟眼鏡猴的差距 哈囉各位富弟我是Liz 在跟大家聊龍蝦之前啊 我自己先招認好了 其實我並不愛吃龍蝦 但我覺得呢 認識真正的龍蝦 和那些你以為是龍蝦的蝦朋友 知道自己在吃什麼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想和你分享你盤中那隻蝦到底是什麼蝦 龍蝦以前居然是囚犯專屬的食物 現在又是怎麼變成高級食材的呢 台灣的本土龍蝦有哪些 龍蝦的價格為什麼這麼貴 而在影片的最後 我還會跟大家分享 龍蝦最完美的終極形態 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那你可能覺得奇怪 如果它不是龍蝦 那是什麼蝦 其實 波士頓龍蝦只是一個俗稱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 美洲翱龍蝦 主要產地也根本不是波士頓 而是美國東北的緬英州 只是因為 早期大多是由鄰近的 波士頓機場出發轉運 久而久之 就被外地人誤以為 是來自波士頓的龍蝦了 美洲翱龍蝦 雖然名字中也有龍蝦兩個字 但是其實它跟龍蝦 Spiny Lobster 在生物分類學上 有很大的差異 大家還記得國中生物科學的 界門岡木科屬種嗎 美洲翱龍蝦 屬於翱蝦下木 海翱蝦科 而真正的龍蝦 則是無翱下木龍蝦科 那這樣說 大家可能無法理解 它們的差異有多大喔 用人類來比喻的話呢 大概就是像 人類跟眼鏡猴的差距 根本是不同種類的生物嘛 那要怎麼分辨美國翱龍蝦跟龍蝦呢 其實只要看盤子裡面那隻蝦 有沒有一對肥美的大翱就知道了 翱龍蝦顧名思義 有著巨大的雙翱 而真正的龍蝦則沒有翱 有的是又長又硬的粗硬觸角 從外觀上是很容易分辨出來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是來吃龍蝦 不是來上生物課欸 好吃就好有差嗎 我想告訴你 當然有差 而且對你的荷包也差很大 這些在房間餐廳出沒的 各種龍蝦們 因為生長區域 捕撈方法 口感都不相同 真正的龍蝦肉質 比較Q彈 細膩 而熬龍蝦肉質比較扎實 所以在價格上也有不小的差異 聊到這裡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 你曾經吃過的各種龍蝦好朋友 你覺得海戰車是龍蝦嗎 蝦菇 黑狗培阿算是龍蝦嗎 答案後面告訴你 還有一種龍蝦你可能沒有吃過 但一定有聽過 那就是許多老饕的最愛 出自法國布列塔尼的夢幻藍龍蝦 這種像藍寶石一樣美麗的龍蝦 從15世紀起就是美食家心目中的夢幻藝品了 藍龍蝦除了數量稀少 還因為生長期緩慢 平均要花上7年的時間 脫殼30到35次 才能長到八九百公克的大小 價格自然也比其他龍蝦高出許多 特別的是一般龍蝦的肉質 可能會因年齡體重而產生變化 像超過1公斤的波士頓龍蝦 吃起來就少了鮮嫩感 但藍龍蝦的年齡體重 對牠的肉質沒有太大影響 無論生長多久不管體型大小 厚實的蝦肉都能保持彈性的口感 入口豐潤鮮美濃郁香醇 你覺得這種超高級的藍龍蝦是龍蝦嗎 答案一樣在影片最後告訴你 搞清楚龍蝦跟熬龍蝦的生物學分類後 我想跟大家聊聊關於龍蝦的飲食文化 你有在網路上看過一張關於 非洲人不吃龍蝦的梗圖嗎 還有 非洲盛產龍蝦 非洲龍蝦是真龍蝦 非洲人再窮也不吃龍蝦等等 這些都市傳說是真的嗎 答案是 不完全正確 前面我們有提到熬龍蝦和龍蝦的不同 在南非等地捕落到的龍蝦 多為非洲龍蝦 Rock Lobster 這種龍蝦跟台灣本島產的龍蝦 在生物懸上同為龍蝦科 確實是真龍蝦無物喔 可以蓋章 但是非洲盛產龍蝦嗎 其實沒有 非洲龍蝦產量最高的國家是南非 捕撈的龍蝦95%以上 都直接出口到亞洲和歐洲市場 但南非出口的數量 根本無法排進世界龍蝦出口國的前十名 所以也稱不上盛產 過去中國一直是南非最大的龍蝦消費國 當年度台灣買下了南非整個國家 將近九成的龍蝦出口量 那麼非洲人真的不吃龍蝦嗎 剛剛也提到非洲的龍蝦大多出口了 內銷的也難以運輸到內陸 所以非洲人不見得是再窮也不吃龍蝦 很多時候其實是根本沒有機會吃到 加上非洲人有不少宗教教派遵守猶太飲食條例 認為蝦蟹等甲殼類是不洁淨的食物不能吃 這可能也是非洲人不吃龍蝦的一個原因 而說到不吃龍蝦這件事情 其實不吃龍蝦的不是非洲人 而是以前的美國人 各位知道嗎 在美國龍蝦曾經是囚犯和奴隸的專屬食物 你要是請人吃龍蝦 很可能被當成是在羞辱對方呢 美國凹龍蝦在北美東部的產量很高 但美國原住民一開始 也只是把龍蝦作為肥料使用 到了17世紀 英國殖民者穿越大西洋抵達北美洲後 也發現這裡凹龍蝦真的超級多 你們聽聽看英國人是怎麼形容的 一位名叫William Wood的英國歷史學家描述 在盛產凹龍蝦的季節裡 偶有巨浪 被沖到岸邊的凹龍蝦 可以堆到兩英尺高 猶如海裡的蟑螂 這些英國人甚至直接把龍蝦叫做海蟑螂 可見在他們眼中龍蝦真的很不討喜 當時的白人上層階層認為 龍蝦是囚犯和奴隸吃的食物 而那時候監獄裡的囚犯 就曾因為餐餐都吃波士頓龍蝦 而發起暴動 後來一些領海城市的監獄就規定 一周內不可供應太多次龍蝦 當時也曾發生 有僱主只提供龍蝦作為食物給契約工人 因而演變成抗爭事件 最後還因此訂了法案 規定雇主不能在一周內提供超過三次龍蝦 這種不准吃太多龍蝦的規定 你們覺得如何啊 那你可能也好奇 為什麼龍蝦會被認為是窮人的食物呢 還有一個原因是 龍蝦離開水之後 能存活很長一段時間 這意味著在製冷技術使得新鮮魚類 可以被儲存和分送之前 龍蝦可以被運送到內陸很遠的地方 提供極其新鮮的蛋白質 因此在工業化城市 龍蝦和有類似特性的牡蠣 經常被認為是窮人的食物 龍蝦被踐踏的歷史 一直持續到1891年 美國人發明了龍蝦罐頭 加上當時美國鐵路發展 華盛頓紐約的有錢人 到波士頓品嘗平民小吃後 對龍蝦沒有偏見 覺得好吃就會順手買個龍蝦罐頭回家 後來二戰爆發 戰後隨著全球化和料理方式的進步與多元 新的烹飪方式 和各地舉辦的龍蝦節 漸漸使得龍蝦成為了筷智人口的美食 至此龍蝦徹底擺脫了低賤的名聲 翻身成為如今的高級食材等等 你是不是也覺得這個套路有點熟悉 沒錯 龍蝦就和我們剛聊過不久的黑鮪魚一樣 都是以前的垃圾變成現在的寶 如果你聽過類似的例子 歡迎再分享給我喔 大家還記得前面我問過你們的 海戰車蝦菇藍龍蝦嗎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真龍蝦 大約有45種 但是剛剛提到的這幾種 全都不是真正的龍蝦 海戰車是殘蝦科 藍龍蝦跟波士頓龍蝦 同屬熬龍蝦 至於蝦菇和龍蝦的關係最為遙遠 當然價格差距也很懸殊了 到海茶店點菜的時候 好幾種龍蝦熬蝦排排站 各位同學 你都怎麼點 愛吃進口貨還是台灣貨 在我們台灣的餐桌上 最常看到的外國龍蝦 除了來自美國或加拿大的波士頓龍蝦 就是來自澳洲的天鵝龍蝦了 在台灣通常也被稱為水姑娘 因為看起來高級 價錢也算合理 肉質細滑柔順 蝦膏又多 很多人會買來做一蝦三吃 生吃清蒸乾煎都很讚 如果想點台灣本土產龍蝦 又有哪些選擇呢 台灣因為四面黃海 而且是黑潮必經區域 總計產有14到16種龍蝦 是全世界龍蝦物種豐富度最高的區域 但最常見的是以下五種 波紋龍蝦又被稱為青龍青殼仔 是台灣產龍蝦中產量最多的種類 主要分布在台灣的中南部 產量第二的是俗名紅角蝦的日本龍蝦 是台灣北部海域最常見的龍蝦 因為殼薄而且肉味鮮美 很受時刻歡迎 是生吃龍蝦的好材料 另外比較常見的還有豬仔蝦 也就是長足龍蝦 以及頭就占了身體的一半 常被戲稱為大頭蝦的蜜毛龍蝦 最後要特別介紹的是錦繡龍蝦 錦繡龍蝦又被暱稱為七彩龍蝦 花龍神蝦大和蝦 是台灣城龍蝦類中體型最大的 常常被海鮮餐廳搶購來作為水族箱的擺飾 或者做成標本 錦繡龍蝦由於體型可以長得比較大 也是養殖龍蝦的主要對象 但是野生的錦繡龍蝦價格非常昂貴喔 別說我沒提醒你喔 如果荷包不夠深 最好不要調 那麼龍蝦到底為什麼這麼貴啊 其實龍蝦貴的原因 不外乎龍蝦本身的生長周期慢 養殖不易 補撈成本高 還有運送及冷鏈費用 加上需求量大 種種原因都造成龍蝦的價格居高不下 叫人無法狠下心實現龍蝦自由啊 不過雖然龍蝦平常的價格很昂貴 也會受到政策、季節、氣候等等影響而波動 像是澳洲龍蝦 這幾年因為受到中國市場禁止進口的影響 那些無法外銷的龍蝦 在國內蝦滿為患 價格暴跌到史上最低 引發民眾爭相搶購 當地的民眾甚至說 已經吃到有點厭倦了 而每年五六月 因為加拿大政府開放捕撈波士頓龍蝦 也是台灣大盤商的龍蝦進貨季 對 有業者就說 接下來到六月底 龍蝦市場都會供過於求 你想吃品質好價格便宜的龍蝦嗎 那就把握機會 趁現在大吃特吃吧 在影片的最後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吃龍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還是很麻煩的事呢 不管你是享受龍蝦美味的人 還是覺得龍蝦麻煩的人 我覺得你都該試試看龍蝦的最完美形態 就是軟殼龍蝦 軟殼龍蝦跟軟殼蟹相同 是整隻連殼都可以吃的龍蝦 當龍蝦長大 原本的殼無法容納它的身軀的時候 它就會吞掉原本的殼 再重新長出心殼來 剛吞殼的龍蝦全身都是軟的 但大概經過四小時左右 它的心殼就會堅硬如初了 最後想問問各位foodie 今天介紹的龍蝦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種呢 你是不管它是什麼蝦 我唯一支持波士頓龍蝦 還是好想吃看看 口袋不夠深不敢點的 台灣野生錦繡龍蝦 還是居然連殼都能吃 我想試試看黑草軟殼龍蝦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感想囉